第三个三体 小明做电学实验时 毫安培剂只生偏转情形如幼土 其中导线甲连接正极端子A 导线乙连接负极端子Z 为了要得到更精确的读数 且不损害毫安培剂 它应该将甲乙两导线 改以下列何种方式连接 我们在教安培剂的使用的时候说过 安培剂的使用要正确连接 正确连接的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安培剂要串联 第二个是正要接正 负要接负 这个安培剂上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负 然后有三个是正 所以这个负一定是接在负上面 所以乙一定要接在珠 负的要接在负 所以答案只可能是C跟珠是对的 那么再来看我们现在接在三安培的时候 读数在这里 这里大概约略是250毫安培附近 所以超过了30毫安 所以我们不可以接在30毫安 我们必须要接在600毫安的地方 才能够得到读数偏转最大 但是又不会超过 不会损害毫安培近 所以我们的甲呢 应该要改接到B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甲要接的是B 然后呢也还是接的是珠 所以呢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珠 所以第三三题问我们说 要改以下列何种方式连接 我们答案选珠 导线甲接B端子 导线乙接珠端子